在第14轮 长城压太在主场对着河南队的比赛直播 这场比赛是由孙宇轩带来解说评述的 那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前场 梁安娜多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填补他的数据 先看看船中高高跃起 这球从后面上来直接正顶 塔龙再回座 主一往中间给赛琴有机会调整 再向打门 二次再打 球进了 第九分钟 谭龙帮助吴家泰先下一程 投球一顶 谭龙自己护住 不带球停直接做 这一下还真是晃了树尼奇 他树尼奇已经尽力了 把球铲了一下 主播谭龙的鬼魅般的杀进来 一脚推射 再交 直接船中 土顶抽了 这一脚不带球停直接抽 来自于组艺 拿下来 赛琴尿 边路已经套了 换右脚再传 漏进来 还有机会调整 扣 换右脚再打 这球汪俊贤也是调整时间过长 看赛琴尿他也不舒服 他干什么了 他用逆足右脚传的这下才有的 如果他必须要快出 扣过来 好的 到底线 中间再来传 这个球自摆乌龙了 2比0 看阻翼的跑位 突然间绕到身后了 罗欣这时候缺乏观察 谭龙呢 在舒尼奇身前也对他有一定的干扰 中一号有机会 大不留心往进去里面走 突然间急停 哎 倒地了 裁判诗意起来 没有犯规 然后这一下 就是这脚 哦 这球 还真是碰到的 真是碰到的 要成坚 看这一下 是碰到的 这应该是个点球 点球 上半场最后阶段 可恶奇 大门 打进了死角 一边 可恶奇 连续七轮破门 七轮进了八个球 强行起球 落点可以 二点球 罗欣反应不及 差点顶到球门方向 再打门 漂亮 三比一 阻一 这个赛季状态大勇 根正的枢纽节拍器 已经变成阻一了 来看 湖顶那个位置 河南队防守覆盖 人是没到位的 先停 这个很舒服啊 这个空间 先停 调整两步 直接打 那再补 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贴地斩 还有一个亮点 先看这个球啊 某大军区里面了 有机会 自己打门 再补 大飞了 第一下是不错的 但是第二下 谭龙 没来得及 反应过来啊 这球不是 谭龙的水平啊 叫左一 事宜 边路 有没有人拉边 自己再来 来看啊 放的距离太远了 停得不错 黄泽昌一对二 再传 先停 再大门 漂亮的扑就 乌亚科 黄泽昌 第一下 卸得挺好的 这个距离 乌亚科 做出如此反 黄泽昌 抢到前面 冯博元 自己来一脚 有变现 门前再扑 这个解围 非常难呢 他的移动 帮自己抢到先机 这个落叶球 扣一步 讲动作 小节奏 很溜 再来 外围有机会 张弓大剑 就是一脚 打偏了 这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场面下在主场 三比战胜了 荷南队 拿到了关键一场 比赛的胜利